歡迎來到KTES Magic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KTES 今集就講一個另類一點的話題 其實追溯一下 上年開始就已經流行 其實更早已經開始 潮流的東西其實是醞釀的 來到今年 你會留意 你的眼睛多看地面 你就會發現 很多人會穿一種Like多下 這種Adidas也是 有幾種變種 一種是穿襪子 然後穿短褲 另外有一種是穿鬆身的長褲不穿襪子 尤其是女生喜歡穿拖鞋 又變成了一種潮流 今天看了很多討論才做這一集 討論區的我暫時 看過一下 全部都是 覺得很笨 那些人穿這樣打扮 然後我問過一些朋友 有男有女的 當然他們不是這樣打扮 這樣打扮就要去到街上問了 也問了一些朋友有男有女 也有幾個年輕一點的 在讀大學的 又說 很噁心 然後他說 我宿舍那邊很多人穿 那我是不是他真的下街 下街襪穿 不是的 當衣穿 那些 好笑 暫時未聽過有人賺 但我這裡永遠都是公平中立的 任何潮流 你要配整個整體 不是說我只穿一雙拖鞋 穿一雙襪就當成 除非你是陳冠希那些 如果你說回十年前某些潮流 曾經是流行那一期穿木劇 現在就沒有了 看看他什麼時候又穿木劇 穿木劇也是 大部分人穿得齊 因為人穿 實際上穿木劇就要配襯衣服 挺寬鬆 很飄逸的一種衣服 而不是你老爸穿的那種布質 是要偏棉質一點 感覺有點巢等等 那些不多說 然後其實早年 如果是近三年開始醞釀出來 再早三年 就有一種就是 穿一條籃球戰褲在底 再穿一件籃球球褲在外面 又是很多人穿的 當然見過是有型的 穿得型的 但是更多的是 都是人穿他又穿 穿不到那個感覺出來 所以這些很欺人穿的東西 自己想過 然後其實我自己理解 亦都跟一些網民見到的 那個回應 都不謀而合 即是為什麼出現到 誰人創造這件事呢 無緣無故穿穿在拖鞋上 其實就不是創造的 因為為什麼呢 籃球足球都是 籃球明星或足球明星 他的鞋是貼著你的腳來做出來的 即是不讓你的腳有任何空間移動 那就不要那麼容易咬柴 即是對鞋是包緊你的腳 他們的鞋子 綁得那麼緊 自然又會很緊 你穿得久 自然又很辛苦 對吧 變成他們一休息 要休息的時候 就要脫出來 脫出來 當然可以在球場 打大尺腳 但更好的當然有對鞋 有另一對鞋 去保護腳 因為你的腳長長期碰著眼蜜 也會有機會損害 所以就會穿一對拖鞋 為什麼會穿這種呢 因為他們的蜜 是不會又特意穿一個 是分開的腳趾公 那你就穿不到人自拖 那就要穿這種穿進去的拖鞋 就是這樣 典故我相信都應該 沒什麼懸念 是不是 我自己看網民也是這樣理解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無緣無故有人穿 其實就不會無緣無故的 通常都是因為看到明星這樣穿 也找了一些圖 比如冠希 還記得當年他跟阿伯 利公文T恤 短褲人字拖的那一副 惡搞徒 還歷歷在目 那他穿得型不型呢 很簡單 旁邊這個 都配襯了 又牛仔帽 又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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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雙布 你說他穿成怎樣 旁邊的人都配襯了 這個 求那一期 T恤 睡褲 我們當睡褲 這條不是睡褲 是像睡褲 穿一雙拖鞋 戴上帽子 搞定 其實穿衣服是說人 就是那個氣場 你裡面那個人有沒有自信 從很多東西 從一個眼神 從你怎麼站 從你的身體 然後你怎麼站 你的手的擺位 你的人的神式 好像說馬 這個人很明顯 我們有感覺 應該你問 我想我問一百個人 有九十九個話 去塵 不好意思 真心說 沒必要說謊 女孩子 亦有一種 就是流行 這種是一年身長裙 都很多人這樣穿 現在就會流行 穿一對 這些女裝的 Nike拖鞋 都可以的 蠻漂亮的 這種 這種是屬於一種斯文 沒有大攻擊性的 會接受到容易 當然你要配得漂亮 這裡可以的 深色底 就配一個淺色袋 對鞋又呼應 我個人本身白 皮膚白 去配上白色的東西 撞到一下 很漂亮 BARBY 我覺得這裡可以的 不過他那一對是 Cucci 很帥 這個 有刻意配 第一 是白紅 紅色 再白色 然後這裡帶一點紅 如果這雙鞋是白紅 就漂亮 不過他沒辦法去品牌 這個穿得漂亮 有余文樂 這個 我就覺得不太漂亮 土了一點 駱哥 這副有一點漂亮 我覺得 他們就帶出了潮流 碧咸那些 他怎麼穿都漂亮 穿著底褲也有型 那就是 為什麼人家穿的底褲也有型呢 哈哈哈哈 相反隔壁 這個是我一齊店 我不認識這個 而這個 就 太另類了 不懂得評價了 也就是 時裝展 也是開始這樣穿 我就沒有考究到 是哪一屆的時裝展 哪個designer 發明這件事 或者帶出這件事 但是 真的說那個感覺 這裏帶兩幅 我覺得挺有型的 很日本風格的一個模特兒 所有東西 配合好之後 加上自己個人的感覺 散發出來 整件事就是 一個潮流 真的 這兩個都很有型 各有味道 各有味道 這個就更有藝術 這個就正常 比較正常少少的那種型 這個就是藝術少少的那種型 這個 有些朋友說是藝術的 但是我覺得 都OK 主要是 他配襯袋子 給他一點誠意分 但是這幾幅 我就覺得不型 就襯得不漂亮 他用了一些闊身的衣服 HIPHOP HIPHOP 為什麼永遠都會搭球鞋 當然現在我們明白 這個就像什麼呢 像... 像周星馳食神的樣子 不行 這個最搞笑 我就找到一幅截圖 就是人穿你也穿 人穿他也穿 那... 這些是怎樣呢 卡通片裏面那些 探險家 總結 如果你想遇到潮流 不妨就試一下 剛才說 以前是流行穿一種木劇 那你就再有一個轉化 就是 大家都是穿襪穿拖鞋 穿人字拖拖鞋 可以嗎 買這種襪穿 然後穿穿穿木劇 但是上半身那些 如何配襯你自己研究 那是不是OK 現在呢 就除了這種穿襪 拖鞋白襪 其實還有一種變種 就是棒球教練 棒球教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留意 就是穿球鞋 然後穿這種襪的 通常會再高一點 那對襪 這種 會去到半...半徑 這雙鞋是籃球鞋 然後短褲 然後一件闊身為衣 就是戴帽子 我見過有人 襯得很帥 也有很多人 人穿他也穿 不妨大家 想和人不同 就試一下 不要和人一色一樣 如果帥的人 就試一下扭一點 真的買對這些襪子去淘寶 再買對木劇 穿上去 自己再襯 木劇 因為木劇是日本的感覺 所以最好就是 襯上日本感覺的T恤 然後短褲 或者闊身褲 你再搜尋 木劇 今集來到這裡 這個催寮 娛樂插談 如果這個頻道大家都喜歡 接下來會拍很多不同的事情 如果大家喜歡 就麻煩大家按個訂閱按鈕支持一下 老朋友還未按訂閱 就幫幫忙按一按 謝謝 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就跟大家再跟進 我的棒球教練 多謝你的收看 我是KT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